传统农业 它传统农业的做法 需要耗费很大的能力跟心力 农夫老实讲 在田里面它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 会导致说青年增接这个产业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阻碍 传统农业的话就是会年龄成老化 然后造成缺工的问题 智慧农业就是科技与农业的结合 达到省时省工的方法 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去执行工作 我们用精准的科技来协助农民 以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最大的一个收益 那这个部分的导入 那你的人员的工作是更有效率的 我们可以预期将来这些新的科技的导入 进入智慧农业的这个领域里面 应该会改变整个农业发展的体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